嗨,大家好,我是Enter 邀请您按赞Enterbox的粉专页 和订阅Enterbox的YouTube频道 前阵子我们看到QNAP发布了新的机种 TVS672N和TVS872N 刚好我们以前也开箱过TVS472XT 两者也算是近亲 都是速度非常快,效能很高的NAS 那以同样是6倍的机种来说 相较672XT支援10GB的网络和Sounderbox 3 672N内建只支援5GB的网络 但这个速度对一般消费者来说 都是非常足够的 甚至对专业用户来说 我觉得这台新机的性价比 其实比672XT的系列性价比还要更高 那在到货开箱之前 也和大家聊聊对新产品的想法 那我们先针对一般使用者来说好了 672N内建支援5GB的网络 这个速度与USB3.0差不多 大概可以到达500MB的速度 对于一般使用者来说 这个速度相比以前的1GB 5倍的速度提升是非常有感的 此外QNAP一向在效能与ioport上给的很豪华 除了M.2 SSD还有USB-C 对于未来的使用情境还有连接 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不用担心未来几年的装置连接的问题 而对进阶使用者来说 我觉得672N性价比更高的原因 在于其通用性更高 有很好的扩充性 相较于672XT 虽然内建了Tengy的网络 跟Thunderbolt 3的连接 但其实Thunderbolt 3是通过PCIe扩充卡达成的 所以两个PCIe就会先被占用掉一个 如果你是想要Tengy网络 而确定不会用到Thunderbolt 3的用户 相较之下 672N透过安装QXG 10G 1T的扩充卡 同样也可以达到Tengy的网络速度哦 所以目前的想法是 在672N上面加装一张10G 1T的扩充卡再来使用 实际规划的状况呢 内建的1G连接AP 作为同事可以连接的通道 大家通过WiFi或网路线都可以连接 主要就是抓抓图片啊 然后抓一些可能少数几部影片 而负责剪辑的同事 常常都是几十GB的档案在拉来拉去的 而且呢5G的通用性非常高 尤其是对于Windows剪辑的同事 Windows的笔电几乎都没有Tengy的原生支援 桌机也只能透过转接卡 那Windows对Thunderbolt 3的支援也非常少 但是USB 3.0是绝对都有的 不管是桌机、笔电 现在几乎都有USB 3.0了 搭配上QNAP新推出的转接器 QNA UC 5G 1T 这是一颗可以将USB 3.0转成5G网路的转接 因此很容易就可以在电脑上建立出5G的通道 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有QNA T3 10G 1T 这颗转接 透过67NN上面的10G 1T 建立出10GB的网路通道 希望可以达到接近1GB的速度 那如果是还没有看过这两个系列规格的人 可能会觉得 NAS速度可以到这么快吗? 嘿嘿,没问题的 QNAP这两个系列 不管是4倍、6倍、8倍 都内建了两个M.2 SSD的插槽 都是支援PCIe Gen 3x2 正常来说 单条的速度都可以达到1GB左右 所以搭配10G、5G的网路 效能都是可以被发挥出来的 另一方面 不管是外观还是主要规格 其实都会感觉672N跟672XT 真的是非常相似的NAS 不知道是除了内建的5G、10G外 不知道也还没有其他地方是有差异的 那这次预计会开箱新推出的TVS672N 也会开箱QNAUC5G1T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Enterbox 别错过我们的开箱 拆解、组装、评测哦 而QNAT30G1T 我们先前有开箱过 大家可以点选下面的文章 看看我们以前的开箱还有拆解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 谢谢观看 また 请再见 来